犯罪严央柯文哲夫妻 一共涉及五部法律六打罪杖 包括了政治现金法 商业会计法 刑法 公务员服务法 以及贪污制罪条例 楚音就要问了 那个曾经说 不会出现第二个余文的柯文哲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呢 柯文哲现在就是有事属下行 就是要制造余文 犯罪严央柯文哲夫妻 一个人违法做假账收回捐 另外一个人非法设立人头公司 一共涉及五部法律六打罪杖 包括了政治现金法 商业会计法 刑法 公务员服务法 以及贪污制罪条例 柯文哲作为民众党的党主席 不是一句 会计师便宜行事就可以蒙混过去的 根据商业会计法 商业的负责人 故意遗漏会计事项不为记录 至此财务报表发生不实之结果 可以处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政治现金法也明文归尽了 会计报告书要由政党负责人来签名盖章 所以柯文哲根本难辞其咎 另外黄珊珊在记者会说溜嘴了 木可已经回捐了民众党170万 所以根据政治现金法 政治现金是必须无偿无对价提供 得标演唱会与捐款之间的连结就要请问 这样还能算是政治现金吗 另外一方面 陈佩琪身为柯文哲的太太 又是一位公立医院的医生 她自曝违法开设人头公司 不但处罚 而且她犯的是刑法 也违反了公务人员服务法当中 公务员不得经营商业的规定 假使陈佩琪她还领友公立医院医生不开业奖金 甚至涉及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 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务罪 楚音就要问了 那个曾经说 不会出现第二个余文的柯文哲 现在你到底在哪里呢 柯文哲任用亲信账目不清推卸责任 还要提告会计师端木正 身为总统候选又是党主席 柯文哲现在就是有事属下扛 就是要制造余文 台湾的眼睛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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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